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连自然灾害 然后呢 以一个所谓专业老记者的身份 嘲讽了一下大陆官媒的不专业 说大陆官媒啊 都不敢正视 三连大饥荒 饿死了三千万人 言之凿凿啊 三千万人是脏嘴就来 不光如此啊 唐湘龙这位自私甚高的 比较专业的老记者 还信誓旦旦 饿死三千万人是袁翁平元老说的 我想请问一下唐湘龙啊 我怎么 我应该怎么评价你呢 说句实在话啊 前道从来都不愿意 就某一些个人的不同言论 去发表一些看法 毕竟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嘛 所属的环境也不同 学识 修养 立场都不同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非常的正常 只要不是恶意的造谣 诽谤 重伤 一般我这个人呢 都不会去做什么样的评价 求同存异嘛 对吧 而且呢 如果说啊 这些话是出自那些 所谓读 轮运 这帮人的嘴巴里面 我是更难得打理的 但是唐湘龙啊 你一个在台湾难以 还算得上有点名气的媒体人 这种话出自你的嘴巴 看起来我还真的是低估你的实力了 原来你跟轮子也是一个级别的了 说句实在好 来油管刚刚一年时间 平常呢 我还都挺喜欢看他的节目 很多时候呢 应该说他的节目呢 也算是客观中立 包括跟陈凤希的龙峰沛 或者他自己一个人的龙行天下 我偶尔都会看一下 其中呢 有的时候确实也不乏有一些闪光点 但是就这么一个 自诩有着基本的记者修养的人 脏嘴就来啊 大陆三连饥荒死了有三千万人 请问你这是从哪里来的数据啊 你说这个话是从元老嘴巴里面说出来的 我不说你做一个记者不配了 我想你连做人的原则可能都放弃了 元老刚走不远啊 你说大陆三连饥荒死亡三千多万人 是元老说的 你这样亵渎元老 你觉得合适吗 你说大跃进 三连饥荒 在大陆是进去 你有没有一点常识啊 你有看过大陆的教科书吧 有没有浏览过大陆的网站啊 在大陆 每一个受到过教育的人都清楚的知道 过去啊 这个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 经历的曲折啊 以及苦难 历史课本上写的都是清清楚楚 大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都知道三连饥荒的细节 也都知道当时中国的处境 当时中国是类优外患的 所以大陆人才尊敬元老 敬佩这一切 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而在一个一个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 说中国三连大饥荒啊 饿死了三千万人 你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到底何在呢 你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其实我知道啊 你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很多去过欧洲 日本或者台湾旅游的人 可能在街头都会碰到过一些 华人面孔的人 无偿赠送啊 和分发一些小报 头版都是千篇一律 无非就是说 毛泽东的中国 三年大饥荒 饿死了三千五百万人 或者说啊 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 什么惊天大秘密啊 这样一些爆炸性的标题来吸引眼球 很明显啊 这种擦屁股都先硬的正月报刊 那都是轮子之流的杰作 只能归类到垃圾堆里面去 那么在轮子的这样一些杰作里面 何止中国三连大饥荒 饿死几千万人这样的内容啊 三千万人你说少啊 四千万人 五千万人 七千万人都有啊 反正中国人多的是 往高了说 这样你才能够质疑 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嘛 对不对 我非常不理解的是呢 你唐湘龙也是轮子嘛 你脏嘴就来三千万人 你有没有做过调查研究啊 三千万人 你一个台湾人2021年 都达不到两千四百万人口 你识不识数啊 你们这个两千三百多万人口 都不够一次大饥荒去死的 我说这话啊 并不是说否认三连大饥荒 有饿死人的情况存在 正相反 这一段历史 几乎每一个大陆人都清楚 也都应该紧急 因为大陆人所受的教育 记住历史 是为了要尊重历史 以史为鉴 1959年到1961年 三年困难时期 既有因为天灾的缘故 也有因为左倾错误 而造成了农村 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损失也确实是惨重的 大陆没有人忘记这个教训 大陆没有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想要抹杀掉这段历史 大陆没有人 否认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弯路 犯过错误 检讨创党领袖和开国元勋 那是不容易的 但是共产党还是做着检讨 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改革开放 和今天的成就 大陆的老百姓 那是可以听得进批评教育 但是这些批评 不能够建立在恶意的诋毁之上 记住历史的目的 也是不容许有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反复的炒作一再的夸大 你夸大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把它描述成 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 企图动摇和否定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吗 反对同意吗 唐湘龙一个自诩记者出身 自诩有着专业素养的人 不调查 不研究 不学习 拿着读轮运 编造出来的数据 脏嘴就说 你的所谓的素养 到哪里去了 我真的很奇怪 海峡两岸节目 怎么就会请你这样的人 上去抛头露面呢 1959年到1961年 三年大解放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否认过 党史上也都是有记载的 但是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恐怕这是一个 永远都拿不到的答案 那就算是新中国政府的档案里面 也不可能有精确的记载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有6亿多 居民大部分散居在农村 请问在当时 除了政府 有谁能够做如此巨大的统计工程 而且只有人口普查 那个才是获得人口数据的最准确的通道 但是1958年到1960年期间 中国政府并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 上哪里能够得到这么精准的人口增减数据 建国以来大家都知道 新中国就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 总人口是6亿194万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 全国人口是7亿2037万人 也就是说 从1953年到1964年 中国大陆的人口数量增加了1.2亿人 两次人口普查的间隔是11年 包含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数 这是一个不增的事实 人口总数量是在增加的 如果说 真的像谣言的数据所说的 动辄几千万的这种量级的人口的减少 那总人口数应该减少多少 另外的五次人口普查 一个是1982年7月1号 全国人口是10亿319万人 1990年7月1号 全国人口是11亿17万人 2000年11月1号 全国人口是12亿9533万人 2010年11月1号 全国总人口是13亿3972万人 最近一次就是去年2020年 进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 全国总人口是14亿1178万人 李唐向龙是1964年生人 1961年还没有你 请问你的数据 是谁做的人口普查得到的 李唐向龙说 自从1932年以后 潘尼西宁就出现了 全世界的医疗品质大幅度的提高 人类的寿命也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每年的人口都是一直在增加的 而在三连饥荒时代 有一个所谓的人口大凹陷 你说20世纪 三次人口大凹陷 第一次是一次世界大弹 第二次是二次世界大弹 第三次就是三连饥荒时代 说的是唾沫横飞 好像是很有道理 我想请问你 你的人口凹陷的曲线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第一次第二次是两次世界大弹时期 这么来看的话 你是以世界人口为标准 那么第三次怎么就变成了三连饥荒时代了 这个不是又以中国大陆的人口为标准了吗 请问你到底是大陆三连饥荒的人口 影响了世界人口的曲线 还是世界人口的曲线 影响了你老瓜子里面的基本判断 再按照你的逻辑 国民党在大陆主政有三而七年的时间吗 中国人口都是在四亿上下徘徊 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过才三十五岁 咱们按照这个平均数字 我要活到这个年纪 现在已经算是高寿了 你唐强龙这个年纪就是老妖怪了 但是呢 共产党的新中国从1949年的四亿 到1982年的人口普查的十亿 32年的时间 人口总数增加了六亿 平均寿命提高到了六十五岁 你要以此来类推 去掉战争因素 死掉的七千万人口 那你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在大陆统治37年的时间 他就足足饿死了5.3亿人口 你国民党才是彻彻底底的人类屠夫 你唐强龙在25号的龙峰沛当中 算中共把说政府组织纪念袁隆平 给大家喷得很惨 现在呢 有变脸说 纪念袁隆平是民间自发的 你变脸就算了 变完了还要继续酸 袁隆平不是共产党员 你到底要想说什么呀 我也不是共产党员 而且长这么大都没有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辈子都不可能加入 大陆共产党员有九千多万人 但是呢14亿人口绝大多数那都不是共产党员 袁隆平不是共产党员 这不是太正常了吗 这辈子又没有想去走什么仕途 入党不入党有什么区别吗 那入党还要交党费啊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值得你去大家感慨的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吗 你不是经常说反中反到失心风吗 我看你的骨子里面好像也一样 跟你嘴巴里面说的那些绿营的本质 应该没什么区别 其实说的实在话 我个人认为你唐强龙今天这副嘴脸呢 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像杨世光黄志贤 对你们这群国民党的老蓝营的评价 真的是入目三分 在台吃鞭开游大陆永骨伤怀价值迷茫 你唐强龙这一类人 知道大陆人在看节目 你们离不开大陆人的流量 你们的微笑当中暗含着恶意 你们的忠诚当中隐藏的欺骗 在你们的这种节目里面 从来都不会对台湾人喊捅 民进党实际上是真小人 但是你们这些老蓝营都是伪君子 香港国安法通过了 让你们这些台湾的男人全部跳反 暴露了台独的本质 百年烂党跟民进党唱得双簧 你们这些人自称是华统 其实就是一个中华民族外衣下的华独 跟台独唯一不同的是 你要独的是那个伪的中华民国 你们所有的对民进党的指责 以及你们对大陆貌似客观中立的评价 并不是为了改善广大老百姓的名声 更不是为了国家的富强 本质上都只是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选票而服 这个就是你们台湾的民主制度 这种沉添口水低效的民主制度 怎么可能赶上大陆 在你们男女之间拼命的去口水 斗法争权夺利的时候 你知道大陆共产党的口号是什么吗 告诉你八个字 实干新邦空谈勿国 台湾现在连大陆的车尾灯都看不见 台湾的现状有什么资格去说大陆的官媒 你现在花大把的时间去说大陆五十年前的失败 是想证明你们这个制度比较优越 证明你们今天的成功吗 共产党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党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共产党是把错误记在心里面 然后不断的去改进 而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的政党 是把错误挂在嘴边互相攻击 而且每天都在犯的同样的错误 你要真的有这么多多余的精力 好好地去奋斗努力啊 成天把别人小的时候撂炕的事情放在嘴边 还夸大气质的人 那永远只可能是贵的了 你们这种见识其实太少了 太小看大陆了 岛民最大的弱点就是紧啊而不自知 不会有什么远见着实 你们太小看大陆的自信和智慧了 大陆今天的成就 就是因为正视了当年的错误 直面所有的弯物 吸取了教训 大陆不怕面对任何事实和过去的错误失败 但是你们的用意是什么 是为了证明比大陆高尚优越吗 看一看你们现在台湾的教科书 什么六四学运 三年灾难 数据纯粹靠编 就像现在台湾的疫情数字 纯粹靠编 但是你们的历史书有没有说过 国兵党在大陆造的捏啊 日据时期屠杀了五六十万台湾人 有说过吗 有做过系统的反省吗 我看你们啊 真的应该好好地去看一看医生 查一查智商 再告诉你们一遍 大陆的课本网上啊 三年自然灾害具体内容全部都有 大陆人也完全不怕大家说起往事 大陆过去有错误 有愚存 但是大陆呢 不会怨天怨地怨别人 大陆人都是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 大陆人也在改正在努力 中国大陆今天纪念元老 就是要记住过去的苦难 记住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牲口 见不得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随时想掐我们的脖子 断我们的粮食 大陆人也会继续同仇敌忑 创造更好的生活 但是呢 大陆人不喜欢的是 用这种事情上升到意识形态 煽风点火 罪翁之翼不在警 谁不知道你们肚子里面那点小毒鸡肠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接着聊